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你也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国际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在这儿 跟你一起来探讨神的话语 欢迎你收听活记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仍然来探讨 属灵的恩赐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今天是第三次来探讨了 在过去我们提到过 有九种不同的恩赐 可以归成三组的 每一组包括了三种 那就说了 有三种启示的恩赐 有三种能力的恩赐 以及有三种有声的恩赐 声是声音的声 有声音的恩赐 在上次节目时间 我们已经看过了 头一种启示的恩赐 也就是智慧的言语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的是 第二种启示的恩赐 也就是知识的言语 这些都是要通过我们的声音来表达的 好 上次我跟你指出过 智慧和知识之间呢 是有很密切的关联 然而两者之间呢 又是有很大分别的 那么简单来说 智慧是指导性的 知识呢 却是资料性的 知识会提供给我们一些事实 但是智慧 这告诉我们 该怎么去处理这些事实了 可是无论是知识 智慧都好啊 都只限于言语这方面的 这只是神完全智慧和知识的一部分罢了 神没有把他所有的知识和智慧 一下子都加给我们 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担当得起的 但是当我们在有需要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力量 我们的学问和才干 都不能应付的时候 神就彰显他的全能 赐给我们智慧的言语 或者是知识的言语了 这不过是神完全智慧和知识 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例子啊 正好说明知识的言语 是怎么样的应用在 使徒彼得的侍奉当中的 那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 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那跟着就是第五章的头一段 这是亚拿尼亚和撒非拉的故事 我们要特别留意 神的圣灵怎么样借着彼得 去应付当时的处境的 那首先第四章是描述早期教会 在耶路撒冷的生活的 我们先来听听 第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那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将田产 房屋都卖了 把所卖的钱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照个人所需用的 分给个人 那跟着我们来看 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 那里记载说 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撒非拉 卖了田产 把嫁淫私下的留下了几分 他的妻子也知道啊 其余的几分呢 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 彼得就说了 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嫁淫私自留下几分呢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了 嫁淫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了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 就扑倒断了气 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有些少年人起来 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 那过后三小时之后 他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彼得对他说 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嫁淫 就是这些吗 他说 就是这些 彼得说 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 已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 断了气 那些少年人进来 见他已经死了 就抬出去 埋在丈夫旁边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 都甚惧怕 你看到啦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留意的例子了 看神怎么样赐下知识给他的仆人 亚拿尼亚和撒菲拉 这一对夫妇啊 企图欺哄神 因为彼得说 他们不是在欺哄人 乃是在欺哄神啊 他们主要的罪过就是 他们自称把自己所有的都献给神了 但是实际上呢 他们仍然保留了一些在自己那个地方 彼得说 嫁淫是他们自己的 他们可以随意留下的 但是绝不可以欺哄神 因为他们所欺哄的不是人啊 而是欺哄了神 彼得得到圣灵的启示 有了这种知识 他就明明的先对亚拿尼亚说 那后来又对他的太太撒菲拉说 并且指出他们没有交出全部的嫁淫 神在他的全知当中 把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罪行 告诉了彼得 他的影响力 是他们夫妻两个人呢 都不能存活了 生命就离开了他们 两个人的身体 分别都当场的死去了 从整件事情里头啊 我们可以看见几点是有关知识的言语的 那首先 彼得的知识 是直接从圣灵来的 并没有人告诉他 他也没有派人去跟踪啊 或者说调查亚拿尼亚的行动 是圣灵直接的向他说出来的 第二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这件事的结局 是非常戏剧化 以及蛮有能力的 这个结果产生两个主要的影响 第一 这种恩赐的运作 一直保留在教会之中 专门对付一些虚伪的事 而使教会在神的面前 能够保存他的存洁 诚实和正直 那第二 这件事的结果 是外部人看见神的作为 并且 深信神是在属他的人中间的 另外在雅各书的第六章第十节 用这样的话来预言教会说 威武如展开升旗的军队 有多少时候 我们忘记了教会在某方面 是一支军队呀 这支军队能够使神的仇敌 惧怕战惊啊 而其中一样能够使敌人恐惧的 使他们惧怕的 就是这支军队的升旗 教会的什么升旗会使敌人惧怕呢 圣灵恩赐 就是这些使仇敌惧怕的升旗了 在这段经文当中 是知识的言语 透过彼得说出来 不但令教会惧怕 也令周围的群众感到惧怕 这是属灵恩赐的功能之一呀 那让我们能有效的对抗仇敌 像一支军队的升旗一样的 使教会和敌人都惧怕 那下面我还要举两个例子 去说明一下知识的言语 怎么样运行在我们和我们的朋友的经历当中的 记得是很多年以前咯 有人介绍一位女士给我认识 我事先并不知道有关她的一些事情的 她的外表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那不过 她却有极大的问题 因为她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 但是我并不晓得 当我看见她的时候呢 我就好像平常跟人家打招呼那样的向她问好 那谁知道在我知道自己说什么之前呢 我竟然不由自主的向她说 你的问题是在你母亲那里 当这句话冲口而出之后 我就感觉到 哎呀 很囧很囧啊 因为我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怎么会在一个陌生的女子面前这样唐突的 我心里就想了 我刚才所说的真是太武断了 但是事实上 这正是那个女人疾病的一个癥结啊 也是她后来得医治的一个关键 原来她跟她的母亲的关系也是非常恶劣的 因而产生了许多个人和情绪上的问题 那虽然我事前不知道这些 甚至我不晓得自己说了些什么 可是神的灵就借着我指出了问题的所在 当她看清楚自己的问题之后 于是她就愿意接受辅导和祷告 后来到了完全的康复 那之后我见过她很多次了 发觉她完全正常健康 丝毫没有半点精神分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了 这是圣灵的诊断 指出了她问题的根源 在福音书里头 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二十节 曾经称圣灵为神的手指 这是希腊文原来的意思 神借圣灵的手指 借先知的言语 指出了问题的结征 首先要处理 那然后呢 人才可以得到彻底的帮助 我有一位朋友啊 也是这样的经验过一次的 那有一次 她在耶路撒冷带领完了一个聚会之后 她就呼召会众到台前来祷告 可以为着他们个人的一些需要 或者是疾病得医治而祷告 就在这个时候 她跟我说 有一位姐妹就说了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 她的右眼有毛病 是慢性的疾病 现在正在服药 如果她出来祷告的话 她就会得到医治 我的这位朋友听见了 那心里就想了 谁人的右眼有毛病呢 突然之间 她就想到了她自己 情况跟那位姊妹 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她的右眼患了慢性的一些疾病 现在正在服药 于是她想到那个人就是她了 她便对那位姊妹和其他的牧师说 我想那个人就是我 因为我的右眼有毛病 你们为我祷告吧 祷告完了之后 并没有什么戏剧化的事情发生 可是就在第二天 我的这位朋友就发觉 她的右眼已经完全的康复了 那这是我朋友的一个亲身的经历 一次非常奇妙的经历 神透过知识的言语 借着圣灵的手指 告诉那位姊妹 我的那位朋友啊 的问题所在 在什么地方呢 通过她一句话 给指出来了 让她知道 她那个时候 马上所需要的就是向神祷告 就可以领受到神的医治 神的祝福了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在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来讲第三种启示 第三种的恩赐 就是辨别诸灵 好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